半岛形势发展到今天 政洁是清楚的 美方拒不回应朝方已采取的无核化措施 反而不断加强对朝施压威慑 是主要原因 防止形势轮番升级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有官方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承担各自精进责任 通过有意义的对话 均衡解决各自合理关切 中方将继续按照双轨并进思路 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 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